眼下 湖北恩施大山裡 有一種神奇的美食正當收穫 它被當地人稱為 藏在高山上的水下燕窩 跟隨記者一起去探訪 在太陽映照下 恩施力穿大山裡的這片水田 波光淋淋 鮮氣十足 而我們要尋找的水下燕窩 就藏在這水裡 你看你看這個 對 那個果椒好好 這個都是透明的耶 看起來 哇 這個看起來像果凍一樣 感覺 這個不是果凍 這個是果椒 都是含鐵 含鑫 這可以直接吃 好像是有一種那種 像燕窩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脆脆的 一點點甜甜的 我們那個神奇的水下燕窩 只要水就好 果椒它就好 這便是在江南 與椒白 鱸魚並稱為三大名菜的醇菜 醇菜的生長環境極為苛刻 水質不能有一絲污染 水溫要在20攝氏度左右 我早上五點多點 我都個夏天 我這身在那天 一端起來 到那口頭都拿進去 乘一乘 八塊錢一斤 我一個月也是好幾千嘛 幾個月要七十二了 只要有金錢了 趕緊舒服了 高興嘛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2004年 立川醇菜被授予 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 村民的錢袋子也隨之鼓了起來 每年五到九月是醇菜採摘季 除了農戶 經銷商 醇菜田裡 還有很多遊客的身影 要想留住遊客的心 先要留住遊客的胃 如今 村裡一共開設了十二戶農家樂 家家都會做醇菜宴 遊客在感受大山贈雨的美味 同時也在歌聲中 讀懂大山的故事